今天这个视频我教朋友们画这个牡丹叶子 牡丹叶子的画法呢 针对初学者来说是一个痛点 现在我给朋友们先看一下牡丹叶子的真实图片 牡丹叶子呢 是三片叶子为一组 三片叶子整体看起来就像一个品质型的表现 像品质型 它是一柄三叶 三叉九顶 三个叉一二三 三个叉九个顶 什么是九个顶 就是说一个叉上面是三片叶子 三个叉呢 它就是九片叶子 这就是所说的九个顶的表现 今天呢 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这种画法 因为很多朋友因为这个牡丹叶子的画法 感觉到困惑 今天呢 我简单的给朋友们示范一下 我们用这个羊毫毛笔 蘸这个笔尖蘸笼 我们今天用墨色来代替画这个牡丹叶子 先调和浓墨 笔尖调和浓墨 笔度呢 它有一定的水分 我们现在把毛笔按成一个刷子状 按成刷子状 现在我们开始来画这个牡丹的叶片 测封运笔 笔尖朝上 笔度朝下 先画到中心的叶片 这是第一笔 然后我们再来一笔 两侧的 一高一低的表现 这是一片叶子 它是一组 我们再来一组 一柄三叶 三片叶子 然后不同走向的变化 我们要掌握好它这个走向变化 先画中间的 再画两侧的 还有这边一侧的叶子 也是产生一个不同的走向 整体看起来就像一个品质型的表现 两侧的小的叶片 这就是一组牡丹花的叶片 它整体看起来就是一个品质型表现 我们换上它的茎 先换上它的茎 然后连住中心处两侧 一顶三叶 三叉九顶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画一个叉 然后错位排列的去画 这一端还有一个叉 我们按同样的形式 去给它画中间的一片叶子 然后还有两侧的 同样的方式去画 中间的呢 要落大一些 两边的呢 可以稍微给它变得小一些 中间的叶片要显得比较大一些 它们就是一组叶片 三叉九顶 我们再来画 底下沾一点水 不要太干 一定要饱和水分 向上的又产生了不同的变化 还是先画中间的 然后它这一片呢 我们要产生一个变化了 像这一侧产生一个走向 这里还有一组 我们可以把它再画的稍微小一些也可以 叶片呢 有的时候 它根据它的走向不同 所产生的这种视角呢 也会有变化 这就是一柄三叶 三叉九顶的画法 当然我们再画一组 相反的方向 相反的方向 毛笔还是按成刷的状 侧风韵笔 先画出中心的 下来 两侧 这是一片叶子 再来一片 产生不同的走向变化 这是一组 笔尖沾一点墨色 颜色呢 我们要给它改变一下 稍微给它变化一下 再画另一侧的 稍微小一点 它离我们视线的稍微远一些 所以说产生的这个角度呢 又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一柄三叶 这是一组 我们把它的镜画下来 这就是一柄三叶了 三叉九顶 还有一个叉 从这个位置 再来画一笔 一定要注意这个墨色的变化 笔尖的颜色要重 笔根的颜色要须 突出一个虚实的这种变化 紧接着这个位置 再来一片 另一侧的呢 它产生的角度不同 是一个转折的形式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转折的形式 来给它突出 它卷页的这种变化 这就是一种画法 还有一种 它的镜 我们可以稍微给它错开一点 不要排列的太整齐 还是以中心的为主 中间的叶片 弱大一点 两边呢 又是一个转折变化 又产生一个转折 这一次呢 它又产生一个转折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形式来表现 这就是一柄三叶 三叉九顶的画法 画它叶劲的时候呢 根据叶片的走向变化 我们所产生叶劲的形式 侧面 这是一个正侧面的表现 我们把这个正侧面的叶劲的形式 给它表现出来 这个呢 它也是一个侧面的 它是向右侧的 这个是向左侧的 所以说产生了不同的变化 这个是向上的 按照同样的方式 跟进它的走向 我们画上它的叶劲 像这种卷叶的 只看到它这个 正面一侧的叶劲 也就是这一个位置 只看到这一点 顶尖的位置呢 我们就已经看不到了 因为它产生了一点的变化 转折了 这个是正面的 这个也是转折的 只画根部的叶劲 顶尖的 我们就不要去理它 像这个叶劲的形式呢 我们就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去描述 这个也是正面朝下的 向下吹的 叶劲不要画得太满 落落的带一下形式就可以了 不需要画得太满 画得太满了 画得显得画面呢 没有那种美观性 我们可以给它简单的 代表一下它叶劲的形式 注意这个叶片 三笔为一片叶子 三笔 一二三 三笔为一片叶子 一叉三片叶子 一个叉三片叶子 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 要注意这种简单的笔法形式 非常重要 三叉九顶 一叶三叶 一片叶子为三笔 记得这几句话就可以了 一片叶子为三笔 一笔 二笔 三笔 三笔是一片叶子 一个叉三片叶 一二三 一个主叉三叉九顶 一个叉两个叉三个叉 三叉九个顶 九个顶就是九片叶子 好的朋友们 简单的牡丹叶子你们学会了吗 再见